在银行、车站等一些公共场所,我们不难看到军人优先,这样的提示牌,但是,这些优先措施,和大量的退役军人无关,因为,这些退役军人除了一个退伍证再也没有什么证件,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。 而且,好多退伍军人的退伍证,自从回家之后,就被压在乡底,再也没有拿出来过,军人优先对于众多的退伍军人来说不能是一句空话,毕竟,退伍军人最美的青春年华游在军营,河北省很快就要给退役军人发证了,河北的退伍军人从此会多了一个证,享受国家政策范围之内的一些优待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